感叹剧 他的剧情 通常譬如說 你不小心 發生了一個 讓你很壓抑的事情 譬如說你撞到別人了 你不是故意的 你會 Oops 你不小心 對不對 然後呢 如果你這樣覺得 當你發現這是不可思議的 剛剛一件事情是 你的心情是 我不是故意的 但是卻發生了 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可能就是 哇 那個 你 突然了解了 Oh 然後再來就是 類似 一個 發語詞 發語詞呢 就是像說 我要說話了 那麼我要說話 我要讓你知道 提醒你注意 所以我會說 Well 那用Well這樣的句子 可以這樣子決定 Well 它是表述心情的 然後呢 如果你要再進一步的 比如說 哇 今天的我們狹路相逢 What a small world 那 這些 這些感嘆句呢 表達的是心情 所以它一般來說 只是用了一些 用最少文字 達到最好的 效果 那麼我們再來呢 我們再來就會有 那種被動式 那被動式呢 它要表達是什麼 一件事情 你並不是以主詞為原則 以 以那個 受詞為原則 那被動式的呢 一種叫語氣 被動式是一種語氣 就是 一般來說 我們在描述的時候 你不需要帶有什麼太大語氣 你主要就是 陳述一件事實 那一般我們學的 在中學裡面 學的這個句子是這樣 那因為我們中學有對話 所以我們會加上感嘆句 所以你在學的過程中 不外乎有這些 那麼 那你如果要跟他溝通的時候 就會有什麼 問句 問句的時候啊 就是 question question 這種問句跟答句的性質呢 是在做溝通的時候 dialog的時候 然後 我們是上一次講義的後面那個 老師想要從這個部分呢 然後呢 被動式呢 它是語氣 就是 你一定 有這樣的一個需要 你才會把受詞拿來前面講 一般來說 一個句子 最重要的會拿到前面來 那你把受詞拿到前面來的話 表示你有 有所隱藏 或者有所表達 所以以受詞為主的 然後 最後 我們就是要講 就是這種假設語氣 那假設語氣呢 都不是指現在 不是指現在的 現在的事實 我們為的不是要去講現在的事實 也就是它要相對於虛數句 好 所以 我們學到了哪些句子 你想想看 我們讀了哪些句子裡面 這些句子裡面 有沒有超過這些的 有沒有我們沒 剛剛沒講到的 好 那 假設語氣呢 分詞過去 不要啊 分詞過去它只是說 因為有時候我們不想要用很大篇的篇 不要寫得熱熱等很囉嗦 因為那個囉嗦意思就是很繁瑣 所以我們都希望能夠簡化我們的表達 那個是為了簡化表達 沒有 不是要表達說 你有說話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但是我們在講 它不是事實的 不是現在事實的 我們要講說 未來的情況 或者過去的不是事實 所以我們要練習 那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就要學會說 我們到底總共學了多少種 時間的狀態 我們在表達時間狀態裡面 我們把它分成三類 好 這個是我老師上一次沒講的 好 那我們現在再重新講一次 如果你要表達的是現在的 好 你對於現在事所表達的是什麼 你所認為的事實 你所認為的事實 好 老師咳嗽不是因為我生病 是因為老師剛剛才吃東西 難得 難得就是有這個機會 吃點東西 因為我長期沒有吃飯的習慣不習慣 身體不容易適應 所以這也是在跟你講 這就是一種職業病 在這個時候我都在上課 所以沒有吃東西 常常就會造成你的胃 就不習慣 所以它的大量分泌 久而久 胃酸 因為胃酸是非常強的酸 通常PH酸點是低於3 很強烈的酸 然後它如果接觸的地方不是 接觸的地方不是你的胃壁 那麼就會引起你身體的發炎反應 那就是一些老師現在的胃酸的反應 因為 好 事實習慣 那你要講事實跟 什麼事實 事實也只是你認為的事實 就是我覺得就是這樣 關於自己關於別人 那如果關於習慣就是 我都會這樣 所以現在是這個簡單 簡單式 它是我們可能就是 為了要溝通 我們不想要變得很文周周的時候 我們常用到的 那簡單現在是 你必須要注意到就是 如果你的動詞 你如果主詞是指特定的人 所以主詞是特定的人 通常就是只有 那個Merry 他 就是單數的 第三人稱單數 老師寫個三單 就是第三人稱單數 第三人稱單數才是特定的 我們講到Merry 你就知道Merry是特定的一個人 你講到SHI SHI是特定的一個人 特定的 如果你 人家講那個SHI 然後你沒有辦法知道他是誰的話 你一定要訪問他說 他是指誰 你不能夠就把它晾過去 晾過去 因為說話有一定的連貫性 很容易你就會迷失 就在話當中 你就沒有辦法聽懂人家 所以當主詞是特定的 某一個東西 某一個人 單數喔 因為兩個人就有不特定因素 對不對 我們 那我們到底指誰 這個就有一些不特定的因素 就是說 當我講我們 我們可以是指任何的 在場不在場 就是包含我的一堆人 所以那不特定 他們一樣不特定 你們一樣不特定 我講你們一定有 你不一定能夠確定 一定是多少人的 然後再來就是我 那因為我在應用的時候 我講自己的就是我 你講自己也是我 所以我的他也沒有特定性 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結果 他為了要標示 主詞是單單的時候 動詞會加s 因為我們在講習慣 那習慣就是他發生了 後的事實 他發生的次數一定很多次 你才會說 用檢查限制 對不對 你像說 他每天都是7.05分到學校 這個事情必須發生很多次 對不對 你才會去 講述這個 用簡單式 換句話說 這個動詞 發生很多次 就是為了標示 動詞複數啊 可是沒有老師會這樣講 真的沒有老師會說 你動詞 他都是叫你背起來 那如果你是這樣想通的 恭喜你 你是喜歡去理解的 用理解方式去學習的人 我今天看了一個新聞 說那個李遠哲 他就說 台大 已經很久很久 有沒有 傑出了校長 因為 就是 他就把他自己的看法 看出來 那 那是我 通常我來看的話 我覺得這是李遠哲 他用 自己 的經驗 來去看待這件事情 那本來一個社會 就不是一個人的經驗就可以了 李遠哲 他因為得到 曾經得到過 諾貝爾物理學獎 對不對 然後呢 他是美國受教育的小孩 他不是台灣受教育的小孩 然後呢 他回來到台灣之後 因為當時的總統 把他重金聘請回來 他曾經就是 主導過台灣的教育 也因為李遠哲 主導台灣教育 我們現在教育 其實才會是這樣 因為他是美國回來的 他是美國學者 像我 這個 就像我們現在知道 就是台積電的 張忠謀 張忠謀 大家都知道張忠謀 他今年八十幾歲 然後他的那個時代 就是台灣的一個轉折點 那今天張忠謀 他之所以會回來 還不是因為當時的政府 給了他很多免費的土地 可以使用 他不用買土地 然後呢 他缺水 他缺電 政府想辦法蓋電廠 做水壩 給他用 造就他今天這麼有的身價 當然他自己本身的才能不能忽略 但是他忘記了 一個英雄一定是人事實地物 都要有 那我們這個時代 新的英雄會有什麼形式呢 我可以確認一次 你不是手機裡面的形式 好 所以主詞加動詞 這樣的 我們現在在講 時態我們先從這個 因為感嘆句沒有一定的形式 只要你能表達心情就好了 對不對 那麼被動詞呢 它其實是以敘述為主 所以敘述的句子都是 你要去判斷就是 主題是什麼 動作是什麼 然後再受詞是什麼 有些動詞沒有受詞 然後呢 你如果遇到這樣子 你的敘述句基本上就會成功 就不要依賴中文 因為你用中文的句子 一定會寫不出英文的適當的 然後你學習英文的人 就是要這樣子來做 有一天當你英文得到突破 你一定會相信 因為你是擺脫了中文的舒服 你是擺脫中文的舒服 好 所以現在是呢 它是這樣 然後呢 我們再回來過去式 老師為什麼要 把這個句型再複習一遍 因為你在學這些東西 你其實就在複習 所以我上次就是 把它先從句型來看 讓我們今天來整一遍 這個過去式也一定是這樣 我們先不講被動語態 因為被動語態其實是 一般敘述的變化 那那個部分呢 你理論上應該是在中學的 第五策的第四課 通常每一個教材 大部分都在第四課 然後有的教材 少數教材在第二課 但是大部分都第四課 它把各種句子 重新把它稍微轉變一下 那你轉變的過程當中 還是會容易失敗的 也就是因為實態不熟 句子會變 但實態沒有變成功 所以我們再提醒你 那麼過去式當然最常加ED 可是我們就可以講 動詞加ED是規則沒錯 但是因為有一些單音節部分 實在沒有必要要去加ED 多一個音節 是不是 所以我們就只變了一少數部分 那所以就有十分之一的過去式是不規則 十分之一 然後過去式又有完成式 然後過去分詞那個部分 又有在不規則當中 又有十分之一 所以言格上來說 還是在單字裡面是十分之一 好 當時我們寫這樣是告訴你說 它是一般規則就加ED 過去式 過去在說什麼 現在不覆 我們在講過去式 現在不覆發生的事情 所以老師要請你提醒 我們當講過去式的時候 它是指過去的一件事情 那當你用過去式的時候 一定是現在不是發生的 所以我要去讓說 I was a boy 這是正確的 為什麼I was a boy 因為我現在不叫做boy 我是man she was a girl 她現在是woman 如果她 我們講she was a girl 當她是女孩子的時候 我們都是指13歲以前 那如果她今年還是12歲13歲 我們講說 那就要講說 她是8歲 現在還是girl 10歲11歲 那就是用she is a girl 因為如果到我們講話這個時候 這個還是一個事實的話 就不可以用過去式 雖然你在講了一個部分 所以現在不覆發生的一定用過去式 所以你要有這個原則來判斷 為什麼你要不要使用過去式 然後呢 因為有連貫性的原則 所以你一旦開始用過去式 你就不要隨便轉換時態 轉換時態 就會有發生到閱讀的人的困難 因為你一開始的時候已經先講 When she was a girl 閱讀人就會先入為主 她現在不是girl 她現在是boy 或者她現在是woman 然後When she was a girl 我們就會主觀地去認定 她不到13歲 對 那你突然之間 假如她現在是17歲16歲 你就不太 你現在突然轉換現在式 哇她會困擾 她現在是幾歲 因為你沒講她現在是幾歲 你用了現在式之後 那到底她是幾歲 因為現在式可以是從13歲之後 都是 只要她現在這個 是個狀態就是現在式 然後呢 再來 你用過去式 所以有一些同學 你到這個部分 我上個禮拜 才剛開了國中 國中版 銜接版 我一開始呢 就跟他們講 你過去的學習裡面 你是不是 比如說我舉例 我們講時態 我告訴你說 你的遺上 對不對 然後呢 遺上的時候 我們還叫起始句 好 起始句 這個是另外一種語氣 所以我們可以再加上 起始句 它的特色 它的跟敘述就不一樣的事情 是起始句 它一直在指 要做的事情 對不對 要做的事情 所以起始句要做的 會表達什麼 我們這邊講 一般在表達事實 表達心情 這個是什麼 你要去敘述受辭的狀態 所以它是一個 可以用在各種的部分的 再來就是 它是表達什麼 它一定表達未來的事情 然後呢 第一個 你要對對方 機始句 機始句 只能是 對於說話對象的建議 請求 要求 就是希望對方做的事情 主詞一定只有 主詞一定是你 主詞一定是YOU 不可以有別的 所以你中文的時候 你會這樣想的時候 他要這樣做 那不是 他要這樣做是敘述 因為你的對方 講話對象是你 絕對不是他 但是因為我們中文裡面 有這種混淆性 所以中文很容易造成 溝通什麼的失誤 所以建議請求要求 甚至是命令 你要記住 這些語氣沒有 前面沒有 所以我們講到這裡 所以 對不起我老師 這邊寫的是未來式 所以future tense present tense past tense 然後我們現在講的是tense tense是我們現在的髒度 緊張的狀態 叫tense tense是 所以我們現在講的話的 那種全部都是在講這個 所以它不是時態 它其實是tense 你現在一直在做的 因為各位同學 所以它的動詞 你們有稍微朋友說 tend tend tend是什麼 我心裡的傾向 所以這個是名詞 然後tense 它如果當作形容詞 就是緊張 你現在在講 就是一直在連續的緊繃 連續的狀態 它其實是這樣在學的 而不是用所謂的中文來去背它 所以老師講這些時候會讓你覺得有混淆 是因為我不是用你是小學生 我不是用你是國中生 我是用你是大人的態度跟你講 那大人世界本來就不是那麼的單純 所以未來的狀況 你通常都要主詞加主動詞 那因為這個主動詞已經表達了未來式 那如果是 老實說主動詞有一個類叫做度跟得子 它是用來講確實是 那確實有這個行為的意思 那確實有行為也不是在講過去式 確實有行為是指 這個習慣 確實有這個習慣跟事實 所以這個表示說 如果用度的意思 它還會再發生 所以我們只是沒有 在國中的時候沒有講 I do have a habit 我確實有一個of working in the early morning 我的確是有 那意思就是什麼 我還是現在有 那如果我們I did 就表示我以前有現在沒有 I did have a habit of taking a walk in the early morning 我的確有在很早上就起來走路的習慣 但是那是以前 我用did就是表示現在沒有 我用do就表示現在能難有 但是我現在有沒有講過去有 沒有它只是講有一個這樣的習慣 它沒有講什麼時候開始 也沒有講以多久之前開始 沒有它只是現在的習慣事實 就是指以我說話的這段期間 如果你要講說我已經有十年的內容完成式 對不對 所以它就更複雜了 所以它是 其實它所有的助動詞 其實都在講這個 未來式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加量助動詞就是要 那因為它是 它就是未來式 所以它就已經有表達時態 所以這個叫時態 然後因為一個句子 只要有一個字來表達時態 它就夠了 其他後面都不要 你要有這些觀念 你才會很容易養成良好的造句寫作習慣 這些就是簡單式 未來簡單式 現在簡單式 過去簡單式 那個東西是最簡單的話 你現在要進一步的時候 就會叫做第二階段 所以這是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就叫進行式 那麼進行式跟我們這裡比較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就不去多說 進行式就是這些 它都會有 過去進行式 現在進行式 未來進行式 它的特色就是要 進行式的主要的特色就是要 指示出特定的時間 特定時間 所以你用到進行式的時候 你就要告訴人家是在什麼 因為進行式不能一直都在進行 沒有一個活動 沒有一個活動是可以一直都在進行 睡覺也不能睡超過24小時 那個表示中毒了 生病了 然後吃飯也不能吃超過10小時 那表示 我不知道什麼 所以你不能一直在吃 一直在睡 你只能想說 在這個情況裡面 這個事情發生著 所以它要指出特定的時間 而且特定的時間不能太長 當然也不能太短 譬如說死掉了 死掉不能用進行式 因為這死的那個是一場 那個疫苗中的事情 那你怎樣用進行式 所以那些不適合用進行式 都是因為不合我們人類的事實 所以進行式我們就不說了 它主要都是要 但是很多同學進行式已經寫不太出來 你都要有一個B動詞 有一個B動詞 B動詞這個是圓形 圓形什麼時候會用 你得要知道 但是基本上如果用到它 就是what were 用到它就是m is are 用到它就會變成will be 一樣會發生在這個 這個叫做進行式 所以我們不講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部分跟我們今天要講的 第三個部分 因為老師把它講完了 也是你在對你過去的複習 你每複習一次 你就更加深的 我以前學的是這樣 慢慢釐清楚 你就有了良好基礎 你以後只要保持有接觸 你英文就不敗 有良好基礎 永遠都是不敗 我們最常常出現的事情 同學基礎不好 然後沒有慢慢釐清 到最後是放棄不是失敗 你還是會基本的 因為你有讀過書的話 你就會基本的 但是你就會放棄 放棄就是避免去碰它 害怕 然後每次人家講到英文 我以前沒有好好讀英文 或者是以前沒學好英文 就用這種兩句話來堂塞 不想再繼續講話 當你講這句話 就是不想再繼續講這件事情 對不對 這就是人性 我們只是把人性講出來 這是老師課程上 第三個叫做完成式 然後完成式的概念裡面 我們一樣 我講完成式就是為了要跟你去比較 因為上次我們講到這個1跟1 1、2跟3 我們假設一句沒有未來式 只有現在式的時候 我們說在if句子裡面 我們if句子裡面 它就是會用到這個 就是if加現在式 if加上過去式 if加過去完成式 所以老師要去解釋到完成式做幹嘛 所以完成式裡面 我們又要再回來 時間分三段 時間分三段 未來 然後呢 現在 然後呢 過去 我們呢 如果 如果 這些呢 完成式用 用於 和 某 一個 時刻 做 比較 所以你在寫完成式的時候 不是心裡面想說 啊 一件事情完成 我只要把這件事情完成 我就寫完成式 這個太狹隘了 沒有意義喔 沒有意義 因為事情有沒有完成 都可以用完成式 你有沒有這個經驗 都可以用完成式 對不對 那事情有沒有進行 都可以用完成式 所以 請各位同學 不要有那個想法 我們簡單的部分就是 你當你使用完成式的時候 是要跟 未來的 我們講 我未來不要寫在這裡 我未來寫在畫在這裡 跟未來的一個時間比 這個 我們現在畫的這個出現呢 就是已經做了一段時間 這個出現可以 是從任何一段時間來延伸的 可以 但是 這個叫做未來完成式 未來完成式就是 有做了一段時間 跟未來的一件時間比 所以它有兩個條件 必須是對於未來的一個時間 比如說 到了明天的現在 我就已經活了50歲 第51歲要開始 那就明天的現在 就是我的生日 是不是 那我一定要跟你講 那這種 這種用法 通常都會跟我們 buy 接近這個時候 buy的這樣劇情 接近到這個時候 未來完成式 就是我就會已經活了10 或者是說 到了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還沒有發生 今天晚上12點 對不對 今天晚上12點還沒有發生 我將會已經 已經我將會已經教英文 教了15年 所以它是不是包含了一段時間 那是不是包含了一個未來的時間 就這兩段 所以我比較的是什麼 老師現在先不問你 我只是 我比較的是這段跟這一段 那這一段可以從任的一段開始延伸 因為它只要是有連續性就好了 好 另外的 那現在事就是大 現在就是要表達 現在事就是要表達 在現在的狀況下 有一件事情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 所以現在完成式只能跟現在事比 那因為現在事 我們常常沒有時間復始 所以你常常在學完成式 我們在學的時候 都沒有跟你講調 它是跟現在比 可是你到了進階 你的思考一定是 在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 所以我們講 目前為止就是現在 我已經教書 教了15年 不管是什麼 只是在跟你講 原來它是目的 要去解決這所謂的兩個動作 兩個時間的差異性 所以它要講的是這兩個 先發生的事情 必須是先發生 我在講現在 我教書教15年 這個教書的開始 是不是必須先發生 所以現在完成的時候 所以我如果寫到這個時候 我就會跟同學提醒 這個是先發生的事情 這個也是先發生的事情 我們沒有講這個 確切在哪裡 我們有講幾年 所以點線面就是這樣 我給你一個點 我再給你線 你就得到一個面 你就會懂 所以我現在 如果跟未來的時間比 它就是未來完成式 所以我們講未來完成式 就是跟未來時間比 先發生了一段時間的事 但是你只要在寫的是 這一段這個事情 你一定在講 這個紅色的這個點 你再敘述這件事情 你再敘述這件事情 所以相對於過去完成式 因為我沒有用到過去完成式 那麼過去完成式 我們會寫的是 主詞加head 加過去分詞 pp 你會用到這個 這個head是什麼 助動詞 所以 如果你再加上 一個助動詞 譬如說 would 那就 would 加 have 加pp 好 我講得太認真了 太難了 所以你的動作就會這樣 跟某一個過去 我們講過去開始 跟某一個過去時間比 發生了這段時間 我們發生一段時間了 所以我們就會有兩段時間 這一段跟這一段子 事實上我們描述的是這一段 描述的是這一段 並不是這一段 這一段只是要標示 就是要講出來說 是跟哪一個地方比 那這個時間必須是過去 才會過去完成式 這個是現在 所以這個描述的地方 我們描述的地方 是指這些 這些點 你在描述的是這些點 而你要另外再講 你要讓人家清楚的是這個點 所以你用過去完成式 是因為過去的這個某個時間點 你用現在完成式 也是跟現在比 跟未來完成式 跟未來就有一定時間比 但是僅止於此 那個是時間負詞的部分 所以時間負詞在後面 你的句子的形式在前面 所以我們要想 那如果你是有加上助動詞 那是什麼 再用助動詞來表示一個完成式 那就是目的 要告訴你這不是事實 所以我們要講 所以我們在這裡有個重點 就是助動詞 用過去是 用過去是的時候 是 是 是 非是 是 這個是我們上次告訴你的一個重點 非是是 所以你說 你說 I would call you 我用的 would 那我一定是沒打電話給你 我才會講 I would call you 如果我打了 我就用 I called you 用過去式 如果我們簡單現在是 I call you 這樣句子是什麼 我的習慣 我習慣天天晚上七點鐘 都跟你打 I call you at seven 如果是講的是 未來的習慣 你就用 I will call you 所以它的每個動作 你用實態稍微調 這樣子有好處 比起中文來簡單太多 好 所以我們 我們剛剛花了時間 複習的這些 你知道做什麼 筆記 給你想一想 然後接下來 我們再把題目 未完成的部分 把它做完 好 給你做筆記 我講可能是因為 我講得多 講得完整 所以就相對對同學來說 需要一些時間消化 好 上次這個句型裡面 除了告訴你說 你用現在簡單是 現在是 如果是主詞是複數 當然它就不會加S 主詞是第三人 跟特定的人 才會加S 用簡單現在是 就是這麼簡單 它就是在表示說 這個事情是有可能在發生的 我說 我在七點鐘吃飯 我用簡單現在是的時候 請問現在在吃飯嗎 沒有 那是我習慣 現在沒有發生啊 所以我說 如果我明天 在七點鐘吃飯 這是一個我習慣的事情 我幹嘛用我要呢 我為什麼要用未來是呢 未來是只有發生那麼一次 所以用簡單過去 是發生這麼一次 用未來是發生那麼一次而已 只有發生很多次的情況下 才會用簡單現在是 所以我們也說 假如明天再下雨 根據我們經驗 最近都下雨下了好幾天 所以明天下雨 這東西你不能用 It will rain 因為什麼 你不是神 你不能預測明天會下雨 但是你可以假設 如果明天下雨 所以你假設的時候 你不可以用 It will rain 這是不對的 為什麼 因為這就表示你認為 它會有 你加諸了它可能性 你有什麼能力 你的認為的 也是別人告訴你的 天氣即將到 所以要有這樣的認識 好 那麼這裡剛剛講的 其實就是一種未來事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 如果這是事實的話 我有這個意願 我有這個打算 是不是它就是這麼發生一次 如果明天下雨 我就去吃烤肉 一邊烤一邊下雨 幫我淋 所以 是不是一個 你只會發生那麼一次 你會不會 講 如果有這個烤肉的習慣 沒有啊 所以它是不是只發一次 只發生一次 你想想看喔 簡單過去是只發生一次 而且現在沒有發生 一定不是 現在 我就說 I was a boy 表示從現在開始到最後 都不會是boy 到未來都不會是boy 不可以 對不對 好 那如果是I am a boy 就是我在這段時間都boy 但是它不能講未來 對不對 因為未來 是不是boy 就要看你現在是幾歲 對不對 那如果說 I am a boy 它沒有講過去 但可能 最近 比如說我I am a boy 那麼可能去年還是boy 但是如果是 五年前可能就是什麼 我就說 十年前可能什麼 嬰兒了 是不是 那我們都有這種包含性 你要清楚 就是因為對時代跟溝通的一些 你把它當作是考試來看 所以才會學得這麼辛苦 把它拿出來當作人生 當作我們生活中的體驗 你就不會覺得辛苦 學什麼東西都一樣 你今天學了每一個科目 其實如果把它當作你未來的人生 當作是一個了解自己 你會覺得有趣 好 所以我們來練習一下 那個 那個 因為這 我們就做了幾題 所以我們就簽 因為這次你們都做過 我們請酒店來做 第一題 你要臉的時候要put off 這兩個叫做臉 對不對 put off 我覺得就是 你每個東西 就有點用力的感覺 其實是 不要每個字都用力 盡量用連的方式 put off will be will be put off until put off until further notice further know 這些都是可以連 了如你覺得連的順 嘴巴不會用力 就可以 第二題 因為他們前章禮拜有做 因為他們前章禮拜有做 If the children are in good health they can stay off the night 好 第三題 第三題 If you study hard you will succeed 你念什麼 succeed succeed 是A還是豬 是A還是豬 對 好 因為老師會去聽你的聲音 然後如果你念的不清楚 我就要確認一下 好 所以 用未來次的原因是 我的理的確會有這個意願 對不對 我也是執意願 所以我要成功啊 你要成功啊 但是你要成功的 有一個條件 就加那個 所以你不寫說 我講句話 你會成功 你就真的會成功嗎 通常我前面沒有講說 你這樣子不是說 你會成功 沒講嘛 那他可能就暗示著 你再繼續這樣做 你會成功 就是假如你繼續這樣做 他其實是沒把前面的條件去 我們現在只是把正式講出來 他就是一副 但是沒有那麼簡單 我們後面告訴你 很多句子都隱藏了條件 好 好 所以我上次跟你講說 你如果出門向右轉 turn right and you will see it 你就看得到他 條件你會看得到他 就是你要turn right 所以我是不是給你建議 建議是這種條件 是 所以起始句可以作為條件 好 好 第四題 If If the world is dark turn on the light 好 第五題 If we want to make a big impact we'll have to consider a team campa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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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字是法語 所以我們高音會在第二個音節 campaign 那當然法語不會唸cam 會唸campaign campa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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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來就是 它是we will加have to 所以have to 它是一個你所有的 所以說你所有的 I have to 我所有的就是做這件事情 所以在這個我不得不 我只能 我必須 I have 它其實省略了 我所有的 all I have is to 所以你們的另外句型就會完整 我所有 all I have to do is to all I have to do is 我所有要做的 我所有能選的 all I can choose is to 這樣就是這個句型 所以 I have to 其實是一個很單純的話 只是都被 被 用被的 那被的到最後就是 你會討厭它 為什麼 被的就是不了解 心裡面就會有恐懼 會怕忘記 人永遠都怕忘記 當你所有東西都忘記的時候 就是來到 都去到了另外一個世界 好棒 對 孟婆湯喝下去就好 好 所以這個答案 will have to 你用到這個 will 那就表示未來次 對不對 所以你要去製作前面的實態 跟後面的實態 它有什麼關係 Max 我上次做到第幾題 第六 全部寫完了 好 那麼 那麼我們接下來請那個 Kyle 你來練第六題 第六題 第七 Max 我們再把這個念 因為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明天來的話 他明天來的話 he will know it 好 know it 這是又連音 know it 好 再來第八題 九點 再來第八題 九點 好 所以這裡呢 他其實是要你用未來的被動式 The meeting will be put off 好 那 其實這個是一個練習 我其實一直都很鼓勵同學 你可以假設各種狀況 來讓老師解釋給你聽 因為基本考題就是這樣 前面都是用簡單式 你不可以用未來式 你不可以加上主動詞 加上主動詞就會出問題 為什麼 那到底上述一定會不會發生 它會不會發生 你給它條件就是 就是說如果它有發生才可以有條件 所以你不能夠預設它會發生 對不對 好 所以條件句不要預設它會發生 就不能有主動詞 但是後面是什麼 你的意志 所以它可以有主動詞 它要有主動詞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後面那個事情本來就會發生 那你一定要寫這種註文句子 本來就是事實 那就會這樣子 If you add 10 to 10 You get 20 只能用現在式 為什麼 你不管什麼時候加10加10 你就得到20 這不會變的 對不對 這永遠都是事實 你用get 那換句話說 我們跟你講 我是講未來式 未來式只會發生一次 我要去找你 我只會發生 我只講那一次而已 我會不會講說 我以後都要 不行 如果你說 我總是都會怎樣 那就簡單現在是 再講一個你的習慣 所以你要講 你用未來式的時候 你用I will I can 都是單止那一件事情 你要讓它發生 如果你用了加上will can 就問題 只有這一次才得20 你用未來式就是這一次才得20 不太適合 是不是 因為你每次都是10加12、20 怎麼會你用will呢 那就是子 對不對 所以不能叫will 就是這個原因 希望同學應該都很清楚這個部分的 你今天懂一次 你下次再 你雖然懂一次下次可能會忘記 可是你再懂第二次 你幾乎就懂了 那時候你就是人家的老師 希望你當人家的老師 當人家的家長 當人家的各種長輩的時候 你是用這種方式去開導人家的 那就很好 而不是說給我背起來 給我坐上坐 那就顯示出我們沒有很大的氣度 因為每個人都不一樣 你不能老是命令人家 所以他有時間 他有足夠的時間 他通常都會 你用這個does very well 為什麼 因為從這看起來 都是事實 他會考得不夠好 通常是因為他沒足夠的時間 好 所以這些通常會講 就是說 他不是只有發生這一次 對不對 如果你用he will usually do well 可以 那麼就是只有這一次 對不對 你用will 就只有這一次他會考好而已 好 所以小心 那這個does就是經常都是這樣 好 第二個 我們剛剛講的 對未來是沒有發生 我們只是假設 如果對未來是可能會發生 但是如果對現在的假設 就永遠都只能假設那個 不是發生的那個 一件事情不是就發生跟沒有發生 那麼如果說 昨天是他生日 那麼前天就一定不會是他生日 對不對 那昨天是生日 今天就不會是他的生日 這是一件很清楚的事實 所以我們說如果今天是他生日 必須是今天不是他的生日 才能假設 對不對 你今天要講說 假如今天是你的生日 必須 因為今天是事實的嘛 所以必須是今天不是你的生日 你才可以做假設 今天如果是生日 那你就說今天是你的生日耶 你只能這樣說 恭喜 所以這個部分 Max老師問一下 我做了幾題 你全做了 好 那麼我就請酒令來做一下 第一二三就好了 如果我沒有生病 我就會去 事實上一定是我生病了 所以你要用簡單過去式 來表示現在 然後我去 我就沒有去 所以表示他不是事實 你就要加主動 所以我們可以講 這個加了主動詞 就表示不是事實 老師為什麼再講一次 幫你複習 希望你在兩次時間 有經過足夠的時間 來醞釀之後 你就等於會了 考試 考得簡單一點就是 你就會了 那因為 這個不是那麼簡單 就是不是 基本上老師 才花這麼多時間 在學習 對不對 那對你來說 譬如說他全部是 考 他全部的程度是10 那麼 一般學校老師考 考3考4 那你一定會嘛 就怕他考第7第8的嘛 好 那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的這個 我們的小攝影區呢 通常只教什麼 教到7、8而已啊 我們幹嘛會教到90 我們不會講到90 90是我們以前就會考的 現在沒有了 理念者說 書不要那麼 考教得太難 讓學生有自信 這是理念者說的 所以他就 從那時候開始 教材全部水準下降 然後那個什麼 院者說 那為了要讓這些教材 教材都有競爭性 他們就 都有競爭性 所以他就鼓勵 他就說 開放所有人都可以做教材 那結果是什麼 台灣人很特別的 你用美國的教育是這樣 你在從小在美國受教育 你在大學在美國念 但是這裡不是台灣 這不是美國啊 所以大家所有教材 現在變成什麼 都一樣 都簡單 但是什麼 都有問題 因為抄來抄去 全部都抄 原來我們要鼓勵競爭 是要獨創性 是要創造 讓每個人都有他的獨創性 不是叫你去抄 但是現在大家為了成本降低 通通是抄來抄去 我抄你的題目 你抄我的題目 我就比你多一題 你就比我 你下次再更新 就比我多一題兩題 這就是我們台灣的特性 沒有辦法進步 那你能不能突破 這就看你了 你要不要走出不一樣的路 好 念了嗎 如果用might 就是 用might 就是我就有可能 對 如果用might 你用 i would i should i could 都有 但是這四個意思是不一樣的 當然 i might 是不是我有很多的考慮 這個只是我其中的考慮 所以它機率相對少 對不對 但是就是沒有去做的 不管是 i might go skiing 好 第二題 If I have the money I will take you 好 再來 第三 If he could fly he would he would he would 好 這時候我們就來想想看 為什麼我這裡要加上過去式 因為它否定 它只能加上一個 因為它不能飛 所以你加上這個表示 它不能飛 你加豬動詞 就表示它不能飛 對不對 你可以講 I could fly 不行 為什麼 因為這是豬動詞 過去就不是事實 只要用豬動詞過去 它就不是事實 對不對 如果這是可能的 你說 I can fly 對不對 如果我這是可能的 我就用I can fly 我絕對不用I could fly 好 這個部分講完了 第三個部分 就是我們講到 因為有三個部分 未來的假設 現在的假設 還有過去假設 所以我們就是用另外一個 一個實態 來去表達 好 這個部分 Max我也都講完了 好 那麼就請Jolina來做兩題 If 如果我早就知道 這早就知道 就是那時候就知道的意思 If I have known her tell another I would call her 好 這裡用I would call her 是現在我就會打電話給她 這個是 各位同學 請各位看 這個出現另外的答案 我跟妳講說 我跟妳講說 我的教材 只能做到七八分 八分 我不能做到九分 第十分 不是我不願意 那這個就是第九分 這是過去完成式 這個是簡單過去式 這兩個很明顯的 需要另外解釋 不是不對 好 我要解釋給妳聽 就是因為她有這個答案 所以我跟妳講說 妳給我任何答案 妳所需要的是 聽我給妳解釋 而不是我來否定妳 我從來不想否定人 但是就是 在溝通的時候 妳會有這種感覺 老師一直在否定我 一直在指證我 說我做得不好 我的責任是什麼 給妳一個客觀的一個事實 對不對 好 我用I would call her 是指 我現在會打她 打給她 但是事實上我現在沒有 妳是跟現在過去 現在是相反 這句話要這樣寫 I would call her now 她是這樣 這樣 那這個句子呢 如果你現在覺得是只有 四五分級 四分級 就是我們所有的能力的 百分之四十幾 我們就要百分 你是第九十幾分 九十五級分 第九十五級分 我就稱為是十五級 應該九十三級分 以上就叫十五級 那妳現在是第四十級分的時候 我應該只要告訴妳 妳要這樣寫 I would have call her 然後這個後面寫閱了 then 這樣了解了嗎 這個答案 這個跟這個沒關係喔 我可以 我可以假設我那時候知不知 我那時候的問題嘛 但是我現在這部分是由我決定 所以這個叫做更進一步的 你如果寫這個 不會不是文法錯 是妳知不知道妳在說什麼 然後我知不知道妳在說什麼 不是從這一句話 要從前後句 因為這是在文章 在故事裡面寫的 妳的前後句就會卸了這個底 結果我才會知道 我就會知道這個錯還是對 就贈出這一句話 沒有辦法判斷這兩個句子 對還是錯 難度就在這裡 因為我們其實要教書做文 好 第二題 好 所以妳現在 would have heard 好 妳現在已經把它調整成這個部分 就是指 我就會當時聽到 他在講是當時 與過去的某個事實的相反 這個是指現在 我現在就打了 我還是沒打 我那時候就會打給他 還是沒打 這兩個都不是事實 聽得懂 好 我老師就針對妳的回答 所以就是 好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又講過去了 接下來 我們上次要延續上次 雖然有點長 但是我們今天還是 我們還是這一節課 還是把它稍微講 然後同學練習 希望不要超過15分鐘 你的同學練習 第一件事情 我們已經知道三個部分 所以就基於這三個部分原則 我們要講的第四方 叫做什麼 對於未來 對於未來的假設 老師寫這麼複雜 因為我是公開的 我必須要對我寫的字負責 所以我不能夠亂寫 那你們的筆記是只有妳要看 妳看妳怎麼寫 所以我不能夠拘束妳 但我還可以要求自己 這就是我一生當中 最英文的字好的 就是我對自己很負責 不管我做什麼事情 我不會只是說 對我自己的小孩子 我才負責 我對別人的小孩子 我對任何人 我都是會懂得 為自己負責 這個是我自己最想要自豪的 好 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對於未來的假設 第一個 是可能發生 可能發生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上面 前面的 可能發生的事情 它是可能的 只有在這個時候 未來就是前面講過 前面講的 簡單現在是 而且只有寫簡現 現在簡單 其實是中英文翻譯 我們的英文叫做 simple present 叫做簡單現在是 但是中文它會現在簡單是 中文英文翻譯都相反 我現在沒有辦法去區分這個 因為英文一個叫present sample 對應該叫present sample 簡單的現在是 可是我認為 就是現在簡單 那就很亂 第二個 就是 發生 率 很低的 什麼叫發生率很低 就是 假如說現在就 等於現在那裡爆發爆炸 情況下這種機會打不打 等一下這裡就 假如等一下10秒鐘後地震 哇 你能預測10秒鐘地震 你馬上就會請去靖國神社 你會請去那個 中東府當執政 他每個月付給你20萬 你什麼事都不用幹 你只要告訴他說 他不會給你10秒鐘 10秒鐘沒有意義 因為10秒鐘來不及舒散 你如果提早預測 一小時就好了 你簡直 你只要坐在那邊 你什麼都不用幹 所有人都把你當神 一個小時 是不是 你能夠預測一個小時後 去震 你好厲害 所以我們 我現在講 其實是地震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講火災這件事情 這種發生率不高 對不對 等一下假如我出去就車禍 這種機會不高 這就是詛咒的時候可以用 對不對 詛咒 你這樣詛咒的時候 會不會發生 機率不高嘛 所以發生率低的 我們用should 這個should 我們中央語叫做萬一 或者是竟然 各位同學 萬一竟然 這兩個中文字 意思很不一樣 但對英文來說 他們是一樣 就是機率太低了 不太可能發生 你能理解為什麼叫竟然 他竟然是女生 就是我們怎麼樣也猜不到他是女生 他已經現在是男的 我們大家都覺得是男的 對不對 這個地竟然會裂開 我們怎麼樣猜不到他是裂開 這叫should 但是他真的可能裂開嘛 他有可能是裂開嘛 好 所以這種發生率低 對不對 發生率極低的 然後第三種 我們都加了一個should 就是表示說他已經是幾乎非事實了 好 他已經幾乎不是事實了 因為什麼 怎麼樣想應該都不太可能會事實 但是你還是覺得有可能嘛 對不對 假如等一下 你還看得到 現在因為今天現在是有下過雨 我假設 假如你等一下看得到月光 可是有沒有可能看到月光 有 可是根據我現在的感覺 應該下過雨 應該就烏雲 最近都是西南雨季 東北風 應該是烏雲 可是我告訴你說 我這樣講的太那個 你看到滿月 好 我就沒有看得到滿月 今天假如是13號 那你應該看不到滿月 機會不大 今天假如是17 通常滿月都在16號 15號的機會不大 你千萬不要去以為所謂的15號 那是古人在用來計算的一個平均值 所以今天假如是15號 你應該會看得到滿月 這種機會不大的 一定都會有一個部分被消掉 那個只是太陽有沒有遮到而已 對不對 有沒有影子有沒有遮到而已 所以各位同學 我們只是在講說這種機會 有喔 但是很低 另外一種是什麼 不可能 那因為天底下沒有那個百分之一百 絕對不可能 沒有沒有不可能 對不對 我今天是當女生 我明天就去泰國變性 我就變女生 那不是不可能 就是說我會不會這麼做而已 幾乎不可能 好 所以幾乎不可能的 我們就用word to 你們都有沒有看到 這三個特性 我用簡單現在是 我容許它的發聲 但這個部分我是不容許的 should是不容許的 好 你千萬不要被應該 你被的應該之後很難 人的容許 我們可以接受它發聲 但這種機會是不可能 所以要用should 第一個 用should是未來 看是不是來自未來式 是 但第二個 它用過去式 表示不太發聲 第二個 where to 這也是未來式 i am to 所以b動詞 b2是未來式 這是未來式 那老師用的b 它是指m is r的 m 這個必須是m is r 這個才叫做未來式 請問上 wooer是不是又回到了他們的否定 他們的過去式 用過去式 代表什麼 這件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 它是未來式 未來式的過去式 不可能發生 所以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練習的 好來 我們來練習一下 第一題max 萬一它輸了 萬一它輸了 我就會覺得 對不對 好 嗯 你用i什麼 我剛剛也是覺得你用寫 你寫wood 對不對 好 你當你用wood是得 是什麼 你不會覺得抱歉 注動詞的過去式就是不會發生 是吧 是吧 好 我們只是要告訴你說 它幾乎不可能發生 我又會說 我不會覺得抱歉 那不會覺得 你會發現 這個 這個是一個 你要表達這個 這是事實 所以要有什麼 答對了 好 你當你做對這一題 下一題做對機會 就超過百分之六七十 你就是有能力了 聽得懂嗎 但是你如果 而且你下一題又做對了 各位同學 這種題目 你就是百分之八九九十以上 你都會這個做對 以後你就幾乎都做得對 如果你下一次 這一次東西你沒做對 很正常 那這告訴你什麼 從結果來看 就是你今天還沒有讀得夠懂 好 再來第二題 我們請Jolene 好 所以這個句子 可不可以告訴他去等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告訴他 可以 這是可能發生的 這是可能發生的 對不對 但是這個是什麼 絕對不太有可能發生 但是你做這個假設 就是因為不太可能發生 才可以做假設 就是還沒發生 才可以做假設 如果是事實 就不會做假設 聽得懂嗎 所以這個都是可以怎麼寫的 所以我剛剛跟你講說 剛剛Jolene她回答那個題目 我是不是發了一份訊息 是說後面要怎麼寫 是實在理的 你用對實態意識 等下清楚就好了 主要仔細不會有錯誤 你只要仔細變 你變換的那是意識不同 不是正確錯誤 那這時候就是你表達 你心裡所表達 跟你所表達出來 這有沒有差異而已 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部分 是要根據事實 這個是假設的 所以這個變化是固定的 那我們已經教了 一種兩種 再加前面三種 五種 就這五種 基本變化 不用擔心 就是五種 只是後面的變化 會讓你覺得很困擾而已 第三題 Kyle 如果 你 我就會照顧你的小孩 你要遵地戲啊 好 很好 You should die die 因為我都覺得你的die 後面後面有一個聲音 所以我就 只好念給你聽 你是選擇對 怎麼會有個帶 後面有一個東西 再來 第四題 我們留給你做 所以我先打勾出來 打勾出來就是你自己做做看 因為我要休息一下 讓各位同學精神恢復一下 所以第五題 絕對不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給你講說 它是未來式 它有一個過去式 就是它不會發生 好 那剛剛是用shoot 是說 真的 不幸發生的 所以 各位同學 你來看喔 老師 再跟你解釋一次 shoot shoot 其實是sho的過去式 那你看 我們在講的是sho 這個sho 你呢 通常是地位 古代的英文裡面 he的地位 稍微高於shoot 不是用男生女生 那麼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部分呢 我跟你講話 第三人稱一定是地位低的 因為我得先尊重你先 所以第一人最高地位是I 國王寡人 正 我是國王 你是國王 我敢不敢說正 我就打開了 對不對 你是國王的時候 我會說寡人 就一個 寡人 都把我頭給砍了 所以 那個東西是獨一無二 那麼I呢 以前是地位高的人 然後呢 地位低的人用me 所以我們才會有me too 因為你要附和人家 me too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就第三等了 才會heesh 所以那個是以前的地位 那麼地位的表達什麼 越高地位的權力越大 我說 你如果是我的仆人 你是我的奴隸 娶他 你就得娶 不然的話 你就會受到我的懲罰 是不是 所以那個是地位問題 show 就是一定會發生 他的過去式就是不一定 然後這個should呢 我們現在都用在什麼 你應該 我跟你講你應該這樣做的 結果你一定都沒有這樣做 我才會說你應該 你應該 早起 你一定沒有早起 我在講你應該早起 是不是都過去是 都不是事實 那我們講should呢 現在就是你要去瞭解 我們如果對於一個 不應該發生去發生的事情 我們是會說 上帝的主意 因為上帝的主意 所有人都會聽 所以should就是這樣 叫做什麼 萬一就是上帝的主意 應該的 所以你如果被應該是什麼 上帝已經早就安排好的 叫做should 上帝安排的事情一定會發生 這是因為 從英文的文化裡面才講的 我們台灣的這個神 最大問題就是 祂永遠都在變 我們都永遠不知道 祂所說的真理是什麼 是人替他透過人講出來的 一百個基同 一百支千都有不一樣的話 所以我們不知道 什麼叫真理 也就是這樣造成我們台灣的神話 永遠都可以變 那這個叫做 上帝論跟神明論 上帝是獨一無二 絕對真理 然後呢 神明呢 眾多 博物一無二 然後呢 每個人都可以有道理 好 絕對不會發生這種 word two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Kyle Kyle剛剛我們這 有沒有做到 有 來 還要試試看 如果太陽 要升起 你要用這個句型 在西方 就太陽在西方 我們只覺得幾乎是不可能的 我就會幫你 因為我不會幫你 所以我講這句話等於白說 但是你聽到這句話 就可以了 好 各位同學 所以很多話都會講說 假如我死了 然後說 假如我死 譬如說某某人 你跟假 求一件事情 你幫我出一件事情 他就說 If I were to die 意思是這樣 他就這樣 絕對不會幫你 他不用講第二句話 聽得懂嗎 他不用講第二句話 他就說 If I were to die Tomorrow 我明天死 我就去 他一定不會去 明天絕對不會死 假設啦 正常是這樣 好 用 I would help you 好 這個句子 它是 您需要 因為這個 只要是 would 就是不會發生的事 不會發生的事情 現在不會發生 未來也不會發生 就是這樣寫 他現在是講說 我現在一定不會幫你 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說 因為這已經是否定現在而已 他沒有講未來 他只是說 你現在來求一件事情 你要我現在做的 我說 I would help you 意思就是我不會 所以很多人這樣 你現在說 老師幫我改作文 我會這樣說 I would help you If I got time 什麼意思 我沒時間 所以我不會幫你 可是我會講 I would help you 你不要誤會 是不是不能幫你的意思 住洞子過去 就是不會發生的 現在不會發生 但是 如果我講說 If I get time Get some time tomorrow 那就表示什麼 我明天如果有時間的話 I will help you 他沒有講明天 所以我就可以 假設明天有空 聽得懂嗎 希望你能懂 這本來就是因為你混淆 我今天 我跟國一的基礎班 就跟他講 因為抱歉 有一些同學 沒有上我國一班 我說 我把時態 時態的部分 我分 以上 一下 然後 二上 三上 二下 三上 三下 我讓他們抄筆記 這叫葵花寶典 因為你們沒有抄過 那時態的部分 我都跟同學講說 如果你們個別學 不管跟誰學 你們只要願意認真 你一定可以都個別的 小考都考很好 但是你會隨著 隨著 往下 你的小考 你的考數越來越差 然後甚至 到了極不能 你不能夠想像的低的程度 我就問 我問那個學生 因為當場有八個小六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八個小六還有一個陪讀的媽媽 我就問了一遍 大家都沒有 這幾個小六裡面有四個事 我這樣交上來 很厲害 但是他沒有能夠回答 我就說 那媽媽你知道嗎 當然知道 因為搞混了 你個別學 只要用背的 只要手 你只要有願意認真 你個別學都會學好 但是 你一定會搞混 一樣道理 你現在所學的什麼東西 最關鍵是 你到大學去 你會不會搞混 因為你現在就是 每樣個別學都可以 考試 如果只是考試小部分 就單純的部分 你也都可以 混淆的時候 就會造成你的困難 好 第二題 Jolin 好 用 What will you do What will you do What will you do 你不適合用 What will you do 因為 你不會今天晚上死 所以不太適合用 What will you do 因為 那就是說 你先把它做了再說 你用 What will you do 不是不可以啊 那你先做啊 告訴你要先做的事情是什麼 那就是不管你死不死 你就要先做的意思 好 這個句子 不適合用 What will 比較沒有適合 在第三題 好 那個 Max 好 所以 你用 I will marry 就是一輩子都不會結婚的意思 對不對 好 這個句子就告訴你不會結婚 至少 不是 對不起 至少這個時候不會講要結婚 因為人 未來誰知道啊 至少這段期間不會結婚 這個短暫時間不會結婚 那你會 這句話就是你不會 現在不會結婚 這句話 如果前面講說 他結婚了你要不要結啊 If the sky were to fall 你講這句話就夠了 不用講到後面那句話 聽得懂嗎 他們鼓勵可以存在 因為這個都各自印證了 所以在一起自逼 好 我老師呢 也留下一些東西來讓你做 好 那麼 這個 這個句子呢 我們其實就是要跟你解釋 因為我有 那個 有 有預留一些 因為我的 我的教材 我總是都會 希望學生知道 我不是 不能教百分之百 好 問題是 學生要不要學那麼多 考試要不要考那麼多 好 那這個是 未來是 If Jake start on time next Monday You will meet him three days later 好 這個是不是 有一個 three days later 好 那這個 這個是 用未來式 這個是未來式 three days later 那你就是 還是只是假設 這個是 If he should come 所以對於未來式 他真的來了 What should I do 所以我用 會學代我講過了 我該怎麼辦 Should I do 就是說 我一定要做的是什麼 他問的是最基本的 那就是你打算做 那你用 What should I do 不是不可以 就是我現在沒辦法做 但是我可以考慮做的 should should是我一定要做的 所以就是不管他來不來 我都要做的是什麼 所以他可以這樣 If there were two 這個用學 There were two have 這個用得很漂亮 因為你很少看到 There have 這樣的句子 There were two have 如果should有 No water 如果沒有水跟空氣 我們就選死光 為什麼這裡不是用b 各位同學瞭解 因為已經there are 有了 所以這裡要用have 很多同學不瞭解 因為我們告訴你說 你there is there are 是不會跟have分搖 這就會出現 因為已經there were 就是有了 所以這裡用have 好 如果沒有水的話 我們就會死掉 那因為 絕對目前為止 我們知道幾乎不可能 沒有空氣跟水 所以我們不會現在死 We should die 是不是 我們現在就會死 那事實上不會死 因為不會沒有水 沒有空殼 所以這個句子獨立的 但是 我們如果單獨來講 We should die 我們應該要死 什麼意思 我們現在還沒死 所以我們應該死 所以這個句子如果單獨存在 它的意義就變得比較無聊了 所以這要合起來才會有意義 好 那 這個部分呢 老師還是要跟你講 下次我們要講什麼 下次我們要講說 如果這個 這是跟過去事實的假設 我們跟我講 就是說如果當時我這麼做的話 我們現在就會這麼做 那現在會不會這樣做 還是不會 只是 還是不會 當時我有讀法語的話 我現在就會叫法語 我現在還是沒叫法語 所以 它可以 我現在是不是講 這個是前面的一個 所謂的練習 所以我們會講一點點 好 那麼 接下來就是 我們下次會講的 讓你練習 是 這種 我們是不是講分子構句 分子構句 因為假設語句的特殊性質 我們通常不能夠把實態變成分子 你能瞭解嗎 因為分子下去全部都變成RNG 那誰知道它是什麼實態啊 那假設語句又這麼注重實態的表達 所以我不行 我只能把if省略掉 然後把B洞子搬到前面去 所以把if省略掉 把這個B洞子搬到前面 你一定要看實態啊 你不看實態你怎麼知道 你在假設對什麼時候的事情 因為我們已經在 我們在這一個部分已經告訴你說 這兩個實態可以不一致啊 我們開始說 這是過去式 它就是過去式 它是過去完成式 這是過去完成式 這是基本形嘛 可是我告訴你說 這兩個可以不一樣 我只寫一點點 因為它可以有很多不一樣 那個是你到大學 那英文學的時候再說了 它可以有很多不一樣 所以我現在就是說 已經有這種現象了 我是不是要跟你講 我的假設分子過去怎麼辦 我分子過去不能把它變成VING 那你看不出它的假設狀態啊 所以我就只能省略一幅對調 漂亮的事情就是 這種表達方法 可以少一個字 永遠都可以少一個字 它不能再少更多了 因為分子過去可以少兩個字以上 它至少有一個好處 所以這就是你在文學作品裡面 常常會看到的 因為它精簡嘛 不囉嗦嘛 好所以我們下次要講這個 好那下次如果時間可以 我們要休息了 下次時間可以 我們就會講到其他的假設語句 就是假設語句 就是看到什麼字出來的時候 什麼劇情它就是假設語句 就是不是事實 但是是作為假設的 那這種假設就有很多很漂亮 因為你用了不同的句型 就是它有句 好 所以我們講到第四頁 好 謝謝 先休息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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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